在浙江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叫做刺猬的困惑 关于刺猬的困惑是从气球和刺猬的关系点来进行切入 好想喜欢你是一种可能在物理意义上会就此塌缩的一种状态 往前一步是喜欢,往后一步却是不喜欢 它是存在一种现实和向往之间的一种纠缠 所以大概从这个方向来进行了整个展览的一个概括吧 舒本华有一个理论 他讲的是豪猪,其实是和刺猬是一样的 因为如果他们相互之间在冬天相互取暖就会刺上彼此 所以他们不得不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方式 我们整个展厅在设计的时候 在地上设计了一些很柔软的硅胶的软刺 它其实是不经意间给大家一种触感 大家一进到这个区域的时候 说这个地上是什么 那它本能的反应,这个东西会伤害到我 但是他们通过理性的一个思考 就觉得这个东西是软的 所以它不会伤害到你 甚至还有很多人会去地上去摸这些刺 就是触碰它 这就是刚刚一开始就呼应前面说 关于这个展览就是说到一个关于理性和本能的一种博弈 我们自己就是很想去做某些事情 理性告诉你 你是否能接受这种失败带来的痛苦 所以你的理性又往往拉扯的你往后退 这个其实是有带着一种求而不得的一种无奈 或者是向往和现实之间的一种纠缠吧 我的创作的方式是逐针手绘 它去掉音轨直间线之后 它就是一个平铺开来的每一张画 一个五六分钟的动画是用五六千张的手稿 这一张张的话连接起来就是会幻动的画面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在剪辑当中给我惊喜的地方 每一个笔触每一个水墨它是流动着的 它在联动起来的时候 它是会有一个幻象 它的这种幻象是给人一种想象空间的 包括自己和包括观众 它都可以在里面进行它的一个思考吧 水墨它其实和我们并不陌生 我们从小的包括这个文化大环境 给我们的一种熏陶 它是从我们身体里生长出来的一种状态 包括我们所在的杭州 江南 它的山水里面自然有那种水墨的阴阴的气息 包括今天围绕在山间的雾癌水气 这些是流动的 它不是凝固的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大自然给我的一个滋养吧 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原料 成为你的创作的一部分 最终的话是美术基础的一个训练 那么到大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它是否又打开了你的一种可能性 慢慢接触到新媒体 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我就考了新媒体 然后大一先进过一个基础训练 然后大二就开始到杨复东老师的工作室 它的课程就是实验影像 实验影像里面还有摄影 还有其他的一些剪辑 或者是他会邀请很多的 当代艺术界比较有名的一些艺术家 正在创作的活跃的艺术家 来进行学校的一个授课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给我们看到了 以往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不一样的内容 所以它是打开了我的一个视野 给我后面的一个创作 做了一个很好的物件 作品风格的话 其实现在也一直在做一个探索 我觉得水墨动画 我还没有研究更透 因为它的可能性太大了 然后我从纸本的创作 然后带到绝命的绘画 包括各种纸的材料的研究 包括从《一只乌鸦家》了一整天 这个动画 因为它给我的感受就是 在印度 我看到他们印度的一种毛发 农民的状态和印度给我的气息 所以我选用了一种打宣 就是它自然带了一线基地的一种宣纸 所以关于笔和墨 还有纸 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 怎么去契合去做测试 它都有很大的一种可能性 我觉得目前我还是会进行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长期的创作过程当中 可能你的前三周要完成你的剧本 所有的风镜的一个绘制 然后后面一段时间 你要进行每一个镜头里面的一个绘制 因为动画的创作周期很长 可能是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就像写长篇故事一样 你怎么样在那个状态里面 保持同样的新鲜感和好奇 这个其实是比较难的 就是你低微地去发现你收尾发生的一切 这些都可能会成为你创作的一部分 这些都是鲜活的 你很期待下一秒它是什么样子 你很期待它连结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是在每一次这样子的无限的期待的叠加 你才形成了整个片子的一个期待值 到最后你可能会想做一个个展 会想做一个展览来展示这个作品 让更多的人看到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感谢观看